原來你也玩崩壞3啊 檢測到違規行為 請立刻關閉非法軟體 對 你們有看錯 這就是我們的健在AI 阿姨修伯立安長大之後的樣子 說AI長大成人可能有些奇怪 而且我們的小阿姨 她的形象也特別的收入人心 但是我們還是不禁會想 這個陪伴我們的時間 不亞於其他女武神的這麼一個小傢伙 她是不是也該像其他的角色一樣 有一個長大之後的姿態 於是誕生於你四十間晶體的生命體 阿姨修伯立安的命運而生 首先在服飾設計上 我們採用了偏對稱的設計 以及用更沉穩的深褐色作為主色調 去突出她和小阿姨這種可愛的區別 會體現出她的成長 我們在保留原有彭文群的基礎上 在後面加上了燕尾 這就類似於那種芭蕾舞群和禮服的結合 更突出她優雅的一面 最後在髮型上我們想保留她原來包菜的剪影 更想做出一些區別 讓她有更加優雅的感覺 所以我們給她加了長髮 整體來說大阿姨就是一個更加優雅 更加成熟的阿姨 阿姨Lambder比起小阿姨的憨 她可能更加的精神和成熟 也現在她更加的聰明有智慧 這可能是時間的洗練吧 但是你深入了解她之後 你會發現她身上還是保留了一些 就是小阿姨的性格特點 比如她撿到好東西的時候 就會情不自禁地說出那句經典的 怎麼就這點根本不夠 就顯得非常的可愛 哪怕很優雅的阿姨 在極度興奮和放鬆的情況下 也會展現起很包菜的一面 比如在戰鬥勝利後 她興奮地拋出巨環 發現自己有失形象後 故作正經悄悄靠近屏幕虛身 我第一次看到大阿姨的形象的時候 我真的嚇了一跳 哇 長這麼大了 感覺 哎呀 是不是那個內心已經變成熟了 不是我認識那個人才頭了 然後一看台本 也是她 然後我就想 如果這樣的話 那我是不是可以再加一些 她小時候的表情也加進去 我們從一些外置的動畫效果上面 去體現她的特殊性 比如說有感到啊 哭啊 有淚水啊 頭暈冒星光啊 那種串串的那種效果 阿姨是由AI所驅動的 所以她的動作靈小性可以遠超常人 環刃在阿姨的手中 應當不僅僅是一把用來揮舞的武器 她更應該可以融入阿姨這個角色 成為她核心機制最重要的一部分 在戰鬥過程中 我們運用了大量的轉體與翻滾 讓她進行招式銜接 讓阿姨游刃有餘地利用巧勁進行戰鬥 有別於非常暴力直接的方式 展現她的優雅身姿 但如果優雅和靈小 是帶來了視覺上的美感 而在玩法上沒有新的體驗 那也是仍然不夠的 因此我們給AI設計了一套 基於57G投擲環刃的互動玩法 那麼AI使用57G 可以像迴旋標那樣投擲出環刃 並且在合適的時機 通過攻擊可以將返回的環刃再次擊出 以此AI可以在攻擊的同時 對遠近的敵人展開連綿不斷的攻勢 我們將這套系統稱之為AIMA System 在積攢足夠的動能後 AI將表現出易於常人的敏捷 連續投擲出多把環刃 隨後使用特殊武器技可以將其一一擊毀 在這樣直觀的操作反馈下 玩家將在緊張的戰鬥中 與AI高度同步 產生仿佛就是自己在揮舞環刃的感覺 值得注意的是 分支攻擊中央投出的環刃 在被擊毀後會持續駐流攻擊一段時間 此時AI如果使用必殺技 必殺技所產生的火焰 將會刷新並大幅強化這把環刃 延續AI在場上的攻勢 同時給隨後入場的隊友 提供足夠多的支援 Aimersystem功率最大化 焰火 Aimersystem功率最大化 焰火 I Elander 他在如先劇情裡 將發揮比較重要 而且特別的作用 這和他角色的特性 也是息息相關的 他可以帶來其他角色 無法帶來的某種驚喜 這裡也建議玩家 在得知這條驚喜之前 盡量不要錯過A相關的劇情 好耶 女主角A可不只是好看而已 好各位 好 加油 好 加油 嘿 可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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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